每次只要我想吃豪华版的卤肉饭 我就会想到它 底下的冰淋着满满的黑糖 上方就是会让甜点控暴动的 超浓郁芋泥和地瓜瀑布 今天要带大家来的地方呢 是龙三市捡运站 不要小看龙三市附近 美食可是多到吃不完呢 首先先带大家来这个 周济肉粥店 一早来就开始大排长龙 若一不觉得人潮 就可以知道这间店的品质保证 它们家虽然叫做周济肉粥 但最最最厉害的是它们的红烧肉 外酥内嫩的红烧肉 真的可以堪称一绝 炸衣外皮有点甜甜脆脆的 里面的猪肉非常新鲜 肥瘦掺拌的红烧肉 沾上店家特制的酱汁 真的很美味 肉粥则是使用猪大骨熬煮 汤桶则是浓郁美味 红葱头和虾米的一起混合着的香气 肉粥里面有着少许的小肉块 饭里不是那种煮的软烂的米 粒粒分明的吃起来更有口感 周济的猪笋又嫩又甜 配上旁边的梅乃滋真的是非常棒呢 接着我们来到凉喜号 凉喜号是我自己吃了好多年 还是很喜欢的一家店 男喜号的鱿鱼羹 羹汤是使用地瓜粉勾了薄薄的芡 里头的高汤煮出甜甜的味道 加了一些醋 多了一些微酸的口感 还有恰到好处的蒜味 鱿鱼块非常的厚实 饱满吃起来脆度跟Q度都非常的刚好哦 接下来芋泥控们准备煎酵 这间位在小巷弄里面的冰雪叔叔 他们的招牌双酱冰真的是让我流连忘返 底下的冰淋着满满的黑糖 上方就是会让甜点控暴动的 超浓郁芋泥和地瓜瀑布 下方还有超大颗的芋圆和地瓜园 根本就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还有超级大块的蜜地瓜和米芋头 以及小汤圆 店家这样子才卖90块 真的是太佛心了啦 一口芋泥一口芋圆 吃下去的口感真的好丰富 地瓜的部分更是不用我多说了 浓郁的地瓜泥和Q弹的地瓜园 我都会一起搭配蜜地瓜 还有黑糖冰入口 多层次的风味就让我念念不忘了 再来跟着我一起去吃卤肉饭吧 带大家来到华西街里头的阿易卤肉饭 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的招牌而客栽卤肉饭 每次只要我想吃豪华版的卤肉饭 我就会想到它 蚵仔卤肉饭上方满满的柯仔跟葱花 混合在下方切着小块的卤肉 新鲜的蚵仔和有点微肥的肉丁在嘴里融合 阿易的卤肉饭都是全手工切丁 我最喜欢这种有口感的卤肉饭了 葱花增添了一点爽口感 混合着咸甜适中的卤汁 每一次来吃都还是会小惊认一下 如果不喜欢复杂搭配的 可以选择它们的蚵仔汤搭配一般的卤肉饭 新鲜又大颗的柯仔和姜丝 咸甜的汤头一口接一口一下就被我喝完了 接下来带大家来我台北市最爱的柯仔煎 位于广州街夜市的香脆蚵仔煎 它和一般的蚵仔煎不太一样 一般的柯仔煎加了太白粉会变得比较软Q的口感 但是它是外面酥脆里面又软Q 看看这个煎得酥酥的外皮 搭配上微酸甜的酱汁和这个超大颗又新鲜的蚵仔 放进嘴巴里都有卡滋卡滋的爽脆声 里面的小白菜和蛋的完美搭配 只能说没有吃过脆皮蚵仔煎的你们 一定通通都要来给我吃 最后带大家喝个果汁收尾巴 带大家来这间真材实料的龙来果汁店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们的胶牌木瓜牛奶和酪梨牛奶 水果用料非常的实在 木瓜牛奶是一滴水都不佳 口感非常的细致滑顺 浓郁的像是奶昔一般真的是非常好喝 好喝 好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